孩子 让妈妈再喂你一次 每当我回家看我父母 总会看看猪圈后的那棵大树 这棵枝叶茂盛的大树 总是让我想起家中曾经养过的那头母猪 那是一种特殊的情怀 我十二岁那年秋天 那是我家最惨淡的季节 父亲因皮肿大切除了皮 失去了工作能力 大哥因三分之差与大学无缘 母亲勿用了农药 把羊花结碎的拾母稻骨伤得颗粒不瘦 也就在那时 我因严重贫血奄奄一息 急待输血 妈妈您别哭 我不用输血也会好起来的 小山 妈妈会凑到钱给你输血的 谢谢妈妈 你放心 嗯 母亲话虽那么说 可是那时候 家里已经是债台高中 她实在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为我准备输血的钱 小山他妈哦 快到屋后猪圈里去看看吧 你家的母猪又生小猪仔了 真的吗 真的啦 快去看看吧 这下小山可有救了 小山有救了 这只母猪的一窝小猪生得太及时了 她也为我们家生财有近九年 这窝小猪不多不少又生了七头 谢谢你 这下子可好了 我们家的小山有救了 然而小猪许我养三个月才能抓去卖 而我的病情日益加热 在小猪出生的十天里 我已病得十分虚弱 根本无法下床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小山看上去 是等不到这窝小猪卖猪的时候 弟弟 你可要坚持住啊 等小猪再卖了 就有钱给你收血了 小泉 去村庄请王土夫来 把屋后的母猪採了 为小山看病 妈 那的母猪可是我们家的生活之猪啊 再说这一窝小猪还得要吃奶呢 是小山的病重要 还是母猪重要 啊 哎 哥哥去请王土夫时 母亲便在猪圈旁架起了大锅 生火烧水 妈 我把王土夫请来了 啊 这只母猪可真瘦啊 嫂子 就算是我鸡得好了 其实 把这头母猪宰了 也没有多少肉啊 没办法 小山那孩子 还等着钱救命呢 嗯 然而母猪仿佛知道 自己将要被宰伤 任凭母亲 怎么哄骗 她就是 瘫坐在猪圈的活动 来 过来喝豆浆呢 哦 就让她 再给小猪崽们 喂一次奶吧 嗯 一阵损奶以后 有部分的小猪已吃饱 散开奔跑嬉闹 然而母猪仍在不停地 呼吱呼吱粗奶 直到最后一只猪仔 离开她的胸怀时 她才爬起来 慢慢地走向猪圈的栅栏边 太感人了 我从来还没有见过 如此通人性的母猪 啊 她这是怎么了 她这是要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种情况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原来母猪想借助奔跑催出奶汁 好在给她的宝贝们 喂一次奶 然而 任随母猪 倒地发出呼思呼思的催奶声 小猪们也无度于衷 妈 求求你 别杀母猪好吗 小山的病 由我来想办法 啊 这头猪太痛人性了 不能杀 杀这样的猪 会造报应的 嗯 后来 我因输血而得救了 那是我哥输给我的一袋血 母猪又为我家生了七八窝小猪 在最后一次生小猪时 母猪因难产而死 我们一家人默默留愣 最后母亲建议 把它埋在猪圈后的大树下 母爱是何其为道 当这头母猪知道自己即将被宰杀时 竟想一次又一次地给小猪们喂奶 在面对死亡 还只想着自己的孩子是否能够存活下去 在这里 我恳求大家吃素吧 不要因为我们短暂的口欲 而牺牲其他生命的父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